战况焦灼,泽连斯基称准备恢复领土完整 美国又送去榴弹炮,车臣部队再增兵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5月1日 在接受希腊媒体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准备恢复自己的领土完整 随后,泽连斯基又开始要武器 并直言武器供应的速度也要加快 当地时间5月1日 俄罗斯车臣部队领导人卡德罗夫 在社交媒体发布文章称 车臣部队增兵乌克兰 以接受最好的训练,坚决完成普京命令 美高级国防官员报道称 当地时间5月2日 美国目前已将70多门M777榴弹炮 运抵乌克兰 约占美国计划提供给乌克兰 共90门M777榴弹炮总数的80% 此外,国防部官员还表示 截至目前,已有200多名乌克兰军人 接受了M777榴弹炮的操作培训 此名官员还补充 在过去的24小时里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13次安全援助航班 抵达了欧洲地区 另外11架来自美国的航班 将在今后24小时内抵达